你 姐 稍微有事啊 坐 这是什么 这是我的新秘书的人事档案啊 怎么了 你之前的秘书有什么问题吗 硕士毕业给你做行政助理 我不明白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就是因为太满意了 人家一个好好的硕士生 跑过来给我当秘书 太取材了 我看着人家这又给我打扫卫生 又给我送饭呢 我都不忍心了 真的 人尽其才嘛 我把它安排在一个 更适合自己发展的岗位上 这里咱们整个公司都是有好处的 你以为我整天待在办公室里面 就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了吗 现在整个公司都在传你和林美娅 陈哲之间不清不楚的事情 我给你三天时间 处理好这个女人的事情 三天之后 我不想再在公司看到她 为什么呀 林美娅怎么了 工作是工作 她跟那个陈哲早就分手了 她现在就是我的秘书 我们什么关系都没有 轻者自轻 就因为公司的人说 我就要把她开了呀 那不是变相承认了吗 现在所有的人都在说 你为了追林美娅 故意也要开除陈哲 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 会造成多坏的影响 嘴长在别人身上 他们怎么说我能管得了吗 我已经说了 我们两个就是上司与下属的关系 我做好自己的事就得了 你做好你自己的事情了吗 什么事情都只想着自己 你有为别人考虑过吗 你有为公司考虑过吗 现在这件事情 只是在公司内部流传 如果要传出去 你知道有多少人 在等着看欧视集团的笑话吗 你才来公司几天啊 就闹出这么大的事 我看公司早晚有一天 会毁在你手里 姐 我之前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 我根本就不想接触这个公司 虽然我不太清楚 是爸那边的想法 但是他很关心你的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 你千万别多想好吗 爸的想法你会不知道 你要真的不想干预的话 你来公司干吗 你不是最讨厌做班了吗 嘴上说不想接手公司 可是你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在挑战我的权威 都是在挑战我的权威 原来我只是觉得你任性 幼稚 可我真的没有想到 任性幼稚的背后 还藏着虚伪 这一点你跟爸真相 姐 你一定要这么说吗 我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什么了 自从你大学毕业后 你整个人就像毕业了一样 你对我越来越冷 你甚至都不愿意看我一眼 你小时候对我多好啊 爸工作忙 忙在家一个人喝酒 那个时候我只有你 你那么优秀 我一直很庆幸你是我的姐姐 我一直以你为骄傲 可是现在为什么会变成 现在这个样子啊 难道就因为 我是爸的亲生儿子吗 我从来都没想跟你争什么 真的 我可以什么都不要 所以你还是那么幼稚 只会站在自己的角度上去看问题 你不是我 你不会明白我的感受 总之现在 我以集团总裁的身份来命令你 立刻开除林美娅 没有违反公司任何一项规章制度 我是不会开除她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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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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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通知欧阳 让她立刻开除林美娅 她能答应就好了 林美娅给欧阳做秘书 你怎么看 我能怎么看 我跟林美娅早就没关系了 她来不来欧市 给不给欧阳做秘书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反而是这件事 现在闹得沸沸扬扬 我倒是觉得我们可以反过来 变一把力 原本公司里面就在传 林美娅甩了我 为了接近欧阳 她去勾引欧阳做了她的秘书 现在她在大堂里面 当着所有人的面 主动承认她去勾引欧阳 还跟欧阳在一起 你觉得出了这样的事以后 董事会的那些大股东 小股东的人 还会放心地把欧市 交到欧阳手里 还有你爸 不知道他现在 知不知道这件事 如果他知道你 他会是什么反应 还不仅仅是这样 现在这波风言风语 我们还可以推波助来一年 在下次公司立会上 对欧阳违以重脸 把集团下半年 整体宣传方案交给他做 那不行 他会毁掉公司的 他毁不到公司 因为还有你在 你是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欧阳 把欧市给毁了的 所以你早就做好了一份预备方案 就等着他什么时候掉链子 你就站出来 接管全局 这样 一切就又回到正轨 但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 所有人就会清清楚楚地看到 欧阳只是一个 一无是处的亏裂 但是 我们能处置 这个适量 人都能处置 别乱在这儿 那么若下 就有所随着 我想要变着 你应该基本上 真是吗 我在这儿 你又是 最绰致上 你说服务 我即将 我 然后就不准了 sint 你一定本手 对我 你不准处认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